总学看上海 由Dr. Edna Ma著作 由林主朗读 迪恩知道要搬家到芝加哥去以后 他和妹妹建平想计划 如何花更多时间和好友伊桑在一起 夏天终于到了 迪恩和伊桑的走学看世界计划也快开始了 迪恩和伊桑知道 他们的家人都喜欢旅游和学习新的语言和文化 两家的父母都替孩子们在上海的夏丽莹保了名 孩子们选择去上海 因为上海有一个很大的水族馆 水族馆里有四条海底隧道 在去上海的前一天晚上 迪恩很认真的用积木搭了一座玩具城市 几分钟后 建平试着替哥哥戴上玩具皇冠 一不小心 却把迪恩的玩具城市撞倒了 迪恩大叫 妈妈 建平把我的玩具城市弄坏了 如果你们两个不好好的一起玩 我会把你们的玩具都没收 妈妈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回答 第二天 两家人一起坐飞机去上海了 汉语暑期学习班的第一天 家长们把孩子们送到了教室 虽然建平比迪恩和伊桑小一岁 但他也被安排在同一班 迪恩是建平心目中的英雄 他不愿意和哥哥分开 老师开口说 同学们早安 让我们欢迎从美国来的新朋友们 这位是伊桑 他们来这儿学习汉语 这是迪恩和他的妹妹建平 我们大家可以彼此学习 他们可以练习说中文 我们可以练习说英文 大家马上热闹地议论起来 哇 他有一个妹妹 他们从美国来的 在吃午餐的时候 所有的学生们都围着他们三个人 试着用英语夹着汉语和他们沟通 一群学生围着伊桑问 你的中文名字是什么 你喜欢学习汉语吗 你喜欢上海吗 同学们知道迪恩和伊桑 在美国是最要好的朋友 他们和其他的同学们也分享了走学看计划 一个名叫丽安的小女孩问迪恩 你喜欢有一个小妹妹吗 我们大多数都没有兄弟姐妹 迪恩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在她的印象里 建平一直在她的身边 是的 我爱我的妹妹 但是我必须和她分享我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 迪恩突然想到一个主意 建平 你想不想知道 有个姐姐是什么感觉 然后她又问丽安 丽安 你想不想知道 有个妹妹是什么感觉 两个女孩都兴奋地点点头 放学回家的路上 迪恩说 我的同学丽安 一直想要一个小妹妹 这是建平尝试有一个大姐姐的好机会 迪恩的妈妈开着玩笑说 你这是要赶走妹妹吗 接待迪恩的上海家庭已经很挤了 我们要问一问丽安的家人才能决定 第二天 笑铃响之前 迪恩和建平把他们的计划告诉了丽安的家人 真是个好主意 丽安的妈妈说 我们家虽然很小 但我们随时欢迎建平和她的妈妈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练习英文了 第一个星期 正如迪恩所盼望的 静悄悄地过去了 迪恩和伊桑一起搭了一座玩具城市 没有妹妹的打扰 玩具城市一整天都没有被破坏 迪恩和伊桑自豪地看着他们的杰作 但房间太安静了 迪恩反而盼望建平可以看到他们搭建的玩具城市 周末到了 两家人一起去游览东方明珠塔 在塔边行人到漫步的时候 伊桑和迪恩笑着分享着一袋爆米花 迪恩说 我打赌我能用嘴接到爆米花 迪恩向前跑着 用嘴去接他扔起的爆米花 但他一不小心半了一跤 爆米花散了一地 迪恩的眼睛里含着眼泪 建平看见马上跑过去 把他的半包爆米花倒进了哥哥的袋子里 迪恩轻声对建平说 谢谢你妹妹 两家人一起从步行街穿过外滩隧道 来到了东方明珠塔地铁站 没过多久 地铁就到站了 大家下了车 当建平开始走向阶梯 迪恩说 你先妹妹 如果你绊倒了 我会在这里接住你 建平笑了 他的眼神好像在说 不要客气 那半包爆米花就是给你的 接下来的另一个周末 他们游览了上海海洋水族馆 建平大叫 这个海底隧道 自动扶梯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吸管 你说的对 迪恩说 这个地方真值得来 医商说 我打赌 鲨鱼一定认为 我们才是被展览的 但是我们不是鱼儿 迪恩说 那一个像是锯齿鲨 还好 他不是跟校车一样大 谢天谢地 伊桑和迪恩两人开着玩笑 建平呢 伊桑和迪恩没有听到建平的声音 伊桑最先听到了建平正在叫他们 就转头找他 建平说 看 那三只企鹅在一起玩 就像我们三个一样 那你要跟紧我们哦 小企鹅 迪恩笑着说 夏令营的最后一天 不知不觉的到了 建平带了很多小盒子到学校 迪恩迪恩 帮我拿这些盒子 令安和我昨晚做了很多红豆包 这是我们最后一天了 我们要跟老师们说再见 也要好好谢谢他们 迪恩帮妹妹拿盒子 但她感觉自己被忽略了 迪恩 你的朋友和老师们也有份哦 迪恩马上笑了 谢谢妹妹 也许有一个这么周到的妹妹 并不是那么糟糕 一个夏天就这样过去了 两家人又聚在了机场 在飞机上 迪恩指着一本书上的照片问 妈妈 中国的万里长城在哪里 在中国北方 靠近北京 为什么我们没能去看 糟糕 现在太迟了 我们已经在飞机上了 妈妈说 还不算太迟 我们可以开始计划 下一次的中国旅行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一次旅行看所有的东西 是不可能的 迪恩用轴推了一下 建平和伊桑 愿不愿意帮我计划 下一次的中国旅行 当然 两人同时回答 飞行了很长时间后 飞机终于降落了 他们正要走下阶梯 建平跟迪恩说 哥哥 我先走 你跟着我走 这样 如果你不小心摔倒 我会在后面接住你 那一晚 在迪恩的房间 他打开 有原先走学看计划的笔记本 他在上面标记 任务完成 迪恩 妹妹和他最好的朋友 的确圆满地完成了 这项计划 旅行 走 学习 看 和他最好的朋友 看上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